國會風雲一起來帶您關注立法院的焦點 那麼最近食安問題讓很多人都很擔心 沒想到這蘇丹宏的風炮現在持續延少 甚至是燒到了軍方裡面去了嗎 因為在陸軍的後勤指揮部的副食供應中心 現在也用到了問題辣椒粉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很擔心了 難道連我們的國軍也吃到了蘇丹宏嗎 現在國防部長邱國賢有最新回憶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平常國軍對這個食材安全方面 也都有一套的做法 那像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也一定是遵從地方政府 或者是一個就不管是衛福部或者機管署 只要發布哪些都有問題 那我們二宿閣副共站 四十一個大概有四多個福利站 有這種貨員的話安全起見 該要下架的 該要去驗收的 或者該要去追查的都會配合 到目前為止就損害管控 都還做可以 甚至於這個貨已經賣出去了 已經發醉了 到哪幾個單位了 都可以把他給追回來 如果真是強調現在損害管控都做得還可以 尤其是這一些都可以追查到下游 到底是給了哪個單位 所以要回收呢 或者是下架都相當的方便 希望大家不要擔心 結果講到邱國賢大家就會想到了 前幾天他不是說睡不好嗎 有人就擔心是不是兩岸情勢增溫了 結果前一天呢 就國安局長蔡明彥來到立法院卻講到了 他們掌握到的情資似乎目前沒有這麼危機 有人就認為是不是在打臉國防部長呢 邱國賢今天有回應了 他強調這不是所謂的打臉問題 而是軍人的特質 本身就不一樣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我們每一個人家想說處理有專攻嘛 國軍在這方面很單純嘛 就玩就一個軍事的立場 那軍人我們判斷敵情 一定是料敵從寬 還有呢 就所謂的做最壞的打算 就往這方面講 人家說悲觀啊 這不是悲觀 軍人思考模式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能講樂在情侯 沒什麼 這你們可以講 任何人都可以講 唯獨國軍不能這樣講 邱國賢強調 軍人沒有樂觀的本錢 而且總是要做最壞的打算 才能夠保家衛國 他認為呢 每個人的立場不同 沒有所謂的打臉 不過被問到了 最近還是一樣睡不好嗎 他是強調了自己年紀大了 當然賞的也會比較多 那他們就克盡舉手 希望能夠保衛家園 以上是國會現場的最新消息